而再来华联市公所调节行政室业务考核在场夹击 获得了全县第一名的殊荣 市长为家宴三号是特别出席了表扬大会代表授奖 并且也向考核中表现出色的机优人员之一 感谢大家为地方的和谐做出了贡献与努力 华联县政府三号上午在美轮大饭店举行113年度 特优村里长及邮调节委员民政人员及调节业务考核及邮公所表扬大会 而华联市成果斐然不仅连续第12年残联调节行政业务考核第一名 及邮民政人员李干事何秀云更将代表华联县接受内政部表扬 我们这个调节委员各行各业都有 所以这个案件当然是车祸最多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蔡志通委员 他是交通大队的大队长退休 所以他在我们调节之前 他会先给我们做一个 等于是先前作业 先过例一下提供给委员 在调节的时候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的成案的比例非常的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其他的比较复杂的案子 我们都会根据各位委员的专场 比方说我本人是当过消保官 那我又是法律系的 所以有这一类的案子都由我来 那有土地代书的委员 有土地的案子就有土地代书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达成这个调节案件的 这个比例就非常高 市长卫嘉燕除了亲自出席 表扬大会代表授奖 也向在考核中表现出色的 集邮人员致意 感谢大家为地方的和谐 做出贡献与努力 那我也要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调节的委员们 从主席到委员都非常的辛苦 那也可以调节 也可以除此之外 可以降低我们社会的 一个成本的一个资源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里长 或是我们的里干事 以及我们所有华联市 今天受表扬的员警们 大家都辛苦了 我想大家兢兢业业的 在我们华联市这边 努力的为华联市民服务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 华联县政府 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华联市调节委员会 在112年度 共受理1329件案件 其中762件成功结案 案件调节成功率高达9成以上 而市长维嘉燕也感谢 每一位民政人员 与里长的心情付出 调节委员们也以专业知识 帮助民众解决各类纷争 减少诉讼的时间与成本 进一步减少送源 记者徐提琴 华联市报导